我们现在看如果一个空间有磁场 那么我们把磁性物质摆在这个空间的话 那么这个物质就会被磁化 什么叫磁化呢 我们从围观的观点来看 比如说有一种物质本来它就是顺磁物质 那就是说原子中它的电子的磁矩 本来就是一个永久磁矩 只是它起初它的排列非常凌乱 因为起初排列的很凌乱 所以你在外面 这个系统在外面 在这个系统的外面 它就产生了磁场 各方向都抵消了 因此我们不觉得有磁的存在 就是说这个物质我们不觉得它有磁 有磁性 可是当我们把这个物质摆在一个外加磁场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它的方向是朝这里 这些磁矩 因为受外加磁场的影响 它就会有一种tork 让它朝向磁矩的方向旋转 一直旋转 某一些转到它的方向 磁的方向都是从S级到N级 这个就是它磁矩的方向 跟B厂的方向相同 就是说有一些不是每一个都这样 有一部分这个样子 于是这个物质 现在就会在它的外面产生磁场 那我们就说这个物质被磁化了 就是说它本来没有磁性 它在外加磁场里头的时候 就使得它会有磁性 那就是被磁化了 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前面讲过 它本来没有磁矩 本来没有磁矩 它只是电子绕着原子核在旋转 因为它是双速 它这个原子有双速的电子 所以它的磁性通通抵消了 磁矩通通抵消了 所以本来就没有磁矩 可是我们一旦摆在外加磁场里头以后 我们前面讲过 它就会产生一个小小的磁矩 跟外加磁矩相反 方向相反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物质就会被外加磁场 这个就好像你摆一个磁铁在这边 N级在这里 S级在这里 它会吸引这个东西 会排斥 N级对N级就会排斥 这个是N级对S级所以会吸引 这个原子就是说 它原来不是极性的原子 它这个物质原来不是极性 可是它摆在这个外加磁场里头以后 它就会变成有反磁性 不管你是哪一种情况 你是原来就是磁性的物质 后来原来不是磁性的物质 那么不管它的磁化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这个磁矩翻一个跟斗呢 还是说这个原子就产生一个 小小的磁矩跟外加磁场相反 反正它是被磁化了 磁化以后呢 就是有一部分的磁矩 它的排列 如果是顺磁呢 排列的方向 就是跟外加磁矩相同 如果是反磁物质 那么它的排列就是跟外加磁矩的方向相反 总而言之 它被磁化了 那么你这个物质 被磁化的程度怎么样 程度比较大 还是磁化的程度比较小 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定义 我们用这个磁偶极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M 叫做磁 Magnetization Magnetization 它的定义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 就是说你被磁化以后 单位体积有N个小小的磁矩 排列整齐 这个叫做磁化强度 Magnetization 你单位体积的个数越多 那就磁化的程度越大 单位体积个数越小 那就磁化的程度越小 所以它就看你这个N的大小 也可以说 你把整个物体磁化以后 它的总磁矩 被这个物质 被这个物体的体积来除 那也是单位体积 有多少个排列整齐的磁矩 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OK 好 是中M称为磁化强度 Magnetization M小M就是磁矩矩 就是每一个原子 它具有的磁矩 Mtotal 就是整个物质 整个物体 它的总磁矩矩 N就是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单位体积有多少个 V就代表这个物体的体积 这个就是Magnetization 磁化强度的定义 这个要记一记 以后我们常用 磁化强度是单位体积有多少个磁矩 或者你说这个物质的总磁矩 就是等于它的磁化强度 就是等于它的磁化强度 呈上体积 磁性物质 它被磁化了 这是它的Magnetization 这个Magnetization可能呢 它跟位置有关 就是说M向量 也是R'的一个函数 好 这个物质被磁化 那就会在它的周围产生磁场 比如说P点 会在P点产生磁场 那现在我们要问 P点的磁场 我们可以用什么式子表示呢 首先我们说 这个物质被磁化了 Magnetization是这个 那我们这里取一个小小的体积 就是说把这个物体 分割成无数个小体积 每一个是低套 那低套里面呢 它就有磁矩了 它会有磁矩 这个磁矩是等于多少呢 这个磁矩 根据我们上一个Page的定义 就是等于磁化强度 呈上体积 就是这个地方的磁化强度 Magnetization在这个地方的值 乘上这个体积 就等于这个小小体积基数里面的小磁矩 小磁矩基数 那磁矩 那磁矩在这里 它就会在P点 产生向量位 我们用向量位的式子 向量位 它是等于4πμ0 M 这是max 这就是磁矩 cross r univector r平方 这是我们前面导出来的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我们带这样的式子 这个小小的磁矩 就是Dm 在S 对它来说 S univector的这个P点 所产生的向量位基数 可以套这个式子 4π分子μ0 M就用Dm 然后这个 它的位置相对于它是用S 我们就用S univector 分母用S平方 这是用向量位的式子 那 这个向量位 是只有这个小小的磁矩所产生 那这里头有无数个这么大的磁矩 无数个像它这样的一个磁矩 那 每一个磁矩 都会在这里产生一个 对这个地方的向量位 都会有贡献 于是总向量位 就是等于好多磁矩 所产生的向量位 基数的之和 因为它是无穷多像 无穷小的像 加起来就是积分了 所以就是这个积分了 这个 本来是这个积分 那我们把DM 用向量 用磁化强度称DTAL PROM 来带 于是呢 这个向量位就变成这个 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一个横等式 就是S分之一 它的DAL PROM 就是这个Gradient 有PROM的这个Gradient 它是等于SUNI VACTO over S平方 如果没有PROM 就是负的 有PROM的话 就是正的 把这个 来取代这个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向量位 这个 4Pi分之μ0提出来 这个摆在里头 那CROSS S平方的S分之 SUNI VACTO 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 称上DTAL 这个积分 好 这个积分呢 我们现在就用一个 比如说我们 像这样的一个实质 它的DAL PROM 就是做一个CURL 选度 不过它这个DAL 是对PROM来说的 那S要记住 它是等于R减RPROM 它有PROM 这个值 原来可以写成 你把这个S分之一 先拿出来 它作用在这个上面 它CURL它 再加上 把这个当作常数 就摆在后面了 那它呢 就作用在S分之一上面 S分之一上面 不过我们现在把这个 次序颠倒 OK 那在这个 现在就说 它是等于这个 建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写成这样两项 写成这两项以后 我们这一项 保持原来的面貌 这一项呢 因为它是一个项链 这CURL 的体积分 我们就可以用 Stock's Theorem 我们 用Stock's Theorem 把这个 积分就变成 这个向量的 面积分 OK 它Cross一个 NDA PROM N Univetal DA PROM 这个用Stock's Theorem 把它变过来 不过 用Stock's Theorem 变过来以后 我们说这一项 变成这一项 我们 就说这个 我们后来把它变成这个 对不对 看看这个 我们以下是 是这种推导 为什么这一项 可以变成 这一项 它不是 不是用这个 Stock's Theorem 我们现在看看 不是那么单纯 我们假定 A是一个 任意的向量 D呢 是一个 向量常数 向量常数 那么 Divergent A Cross D 根据这个 向量的 横等式 它就等于这两项 可是因为D 它是定值 它是个常数 所以这个 Cross 这里有个Curl 就是这里有一个Dell 对它为分 那它就是零 它就只有 只剩下这一项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 我们把这一项 做一个体积分 体积分 体积分以后 这个 因为我们这里说明了 这个是等于这一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写成这一项 而D是个常数 所以它可以提到 积分号的前面来 Dot这个东西 那么现在 我们再看一个 相当很等式 A Dot B C 要等于A C C 也等于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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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相当很等式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一项 这个不是等于这个吗 这个等于这个 就等于这个吗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 Divergent 不是 Divergent A cross D 是等于 对的 Divergent A cross D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先把这一项用 Stokes 用这个 Divergent Theorem 就是说 一个向量 的Divergent 它的体积分 可以变成这个向量的面积分 这Divergent Theorem 好 那 这一项里头 你看这三个 向量 这两个cross 到这个 它就相当于这个 A cross B dot C 这个相当A 这个相当B 这个相当C 它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等于这个 或者等于 这一项 那我们就可以把 把这个式子 用这个 横等式 带进来 它就变成 D dot D A cross A D A cross A 就好像说 这个A 相当于这个A D相当于B C相当于DA 它等于C 就是DA cross A 还是cross A 然后这个 在Dot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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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Dot C 这个就是C 不是 这个 这个A 这个B 这个是C 它就变成 C C是DA DA cross A Dot B B是这个 这个Dot 你写的前 跟这个写的后 都一样 所以这个式子 就变成这样的式子 这你们慢慢去看 就知道 我们这里 导得比较快 于是 这一项 我们就可以写成 D Dot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本来是D A Prim cross A 那我们把这两个 换一换 这前后换一换 就变一个符号 变一个符号 D A Prim 我们就写成 D A 的面积 方向 称上D A 等于这个 我们比较A式跟B式 左边都一样的 右边 它是等于这个 B式 是等于这个 所以这两个 这一项就等于这一项 也就是说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那大家都把D约掉了 所以就变成Curl A Dot Prim 等于负的 A 这我们就推导出来了 好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结果写在这里 就是说 就是说项量位 A 它可以写成 S分之一 的这一项 成D Ta Prim 那么 我们就 把这一项 把这一项呢 写成这样子 4π分子 4π分子 μ0s 我们把这个呢 有一个表面的电流密度 要产生项量位的话 它是这样子表示 这个是体积电荷 就是等效电流密度了 不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等效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 你有个体积电荷密度 你有个表面电荷密度 是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相当于 这一项 这个相当于 磁化物体中的 磁化 磁化等效电流密度 就是说 你一个物体被磁化以后 磁化 你看它磁化 就相当于 你这个物体 它会产生 一个体积电流密度 它的大小就是 跟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比较 它就是这个 那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看 就是 M cross N 要等于KB B就是 Bounded Current 相当于磁化电 物体中 磁化等效 表面电流密度 好 现在我们就 这样子我们就 明白了 一个物质被磁化 它本来 它本来没有磁性 在周围 不会产生磁产 为什么磁化以后 就是它有一个磁化强度以后 它会产生磁产呢 就是因为 这个磁化的物质 它在物体里面会产生 等效电流密度 表面也会产生 等效电流密度 的原因 就是这个 这个缘故 它才会产生磁化 所以从以上结果得知 这句话 你把它记住 一个磁化物体 之所以会产生 向量位 产生向量位 是由于物体磁化后 它会产生 磁化等效电流密度 就是这两个电流密度 这两个电流密度 一个是这个电流密度 它等于curl m 一个是表面电流密度 m cross n 这个要记住 要记住 现在为了这样 有加个prime在这里 这也有个prime 漏掉了 看起来 好像很复杂 我们以后就把它写成这样好了 因为这个magnetization 也是指物质 被磁化以后 它的磁化强度 电流密度 也是指在这个物质里头 所以它都是属于圆区的 圆区的座标都有个prime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写prime 这个 这一项我们就简单的写成 m cross n等于kb就好了 这样子比较简单 你说记住 如果一个物质 或者一个物质被磁化以后 它会有体积等效电流密度 有表面等效电流密度 就是因为这两个电流密度 让它在外界会产生磁场 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 jb等于curlm 两端做面积分 这个 dot da面积分 这个也dot da做面积分 现在有stock theorem 一个项量 它的旋度 的一个面积分 我们可以把它 写成这个项量 的封闭路径积分 于是我们比照这两个式子 这边都一样 所以它就右边相等 而这个dot da是什么 current density dot da就是 电流 它这个电流 不是普通电流 它是等效电流 或者叫做bound current 束缚电流 也叫做极化电流 我们用b来表示 因为它是在 这个面积里面 就是这个封闭路径 所围成的这个面积里面 所以我们用enclose的 就是说 磁化强度 它的这个封闭路径的限积分 要等于 它这个路径是封闭的 这个路径所围成的这个面 从这个面里都穿过的 bound charge enclose的就是说 穿过这个面的charge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 因为都用prime写 好像比较 看起来比较 花花的 我们就把这个prime 不要了 我们都知道它是产生在圆区 本来就有一个prime 我们就把这个 写成m.dl的封闭路径积分 等于ibnclose 那么现在 我们说curlm等于jb curlm等于jb 那么 那么 我们把这两 这两 这两 两遍 curlm 这个 这两 就等于是 我们把这个 我们刚刚不是说 这个式子等于它 等于这个 对不对 你把这个式子 两遍都积分的话 我们也可以化成 像这样子 这个就是它了 这个我们刚刚导出来 这个式子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 这个 做成面积分 做成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式子呢 就是这个 你看到没有 curl 这个da 你把这个积分的话 jb da积分 它就等于 i就等于 等于ib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个式子 是 就是积分式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式子 带到这个里头 就是等于这个式子了 你两边 积分 两边积分 然后这个 最后变成 变成这个式子 这个积分 就变成ib 所以我们就有 一个是这个式子 一个是 这样的式子 这个就是称为 磁化强度的 安培定理 叫磁化 强度的 安培定理 这个是什么 它就跟我们的前面的 b 场的形态 安培定理 很相像 如果我把m 换成b的话 b dl 等于 i enclosed 那个i呢 是包括 free charge 跟bundered charge 这个也是一样 如果是b 场的话 curl b 等于j 就是代表 所有的电流 因为安培定理 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它跟这个形态相似 所以我们就 成为这一套 叫做磁化 强度的 安培定理 磁化强度的 安培定理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把这个式子 这个项 这个式子就是这个了 这个就是 curl m等于b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最后又把这个式子 又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所以 我们就有两个 jb等于这个 这是 等效电流密度 等于curl m 那这个是 magnetization 做一个封闭路线线的积分 等于穿过这个封闭路线 围成的面 the bound of charge 那么这一对 我们称的叫磁化强度的 安培定理 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这个式子 这个 我们说可以换成这个东西 这要记住 磁学 这个物质的 物质内的 的磁性 就是说 一个物体被磁化以后 它会产生磁场 会产生相当位 就是因为它会有表面的 电流密度 有体积电流密度 好 那么我们知道了 这个式子简单写成这样 这个式子 简单就写成这样子 好 这个要跟 以下的电学一起记 电学就是说 一个物体被磁化以后 这是它的 polarization 磁化强度 磁化强度 你可以比较这两个式子 非常像 那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因为它是面积分 相当于一个表面电荷密度 这个是一个体积分 所以它相当于一个体积电荷密度 所以我们就说 极化的物质 它之所以会产生电荷 是因为它有极化电荷密度 表面电荷密度 有极化的体积电荷密度 这个值是这个 你现在就是把这个 这个式子跟这个 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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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 这一套 要一起记 一起记 你才记得住 现在我们就要来应用了 应用我们刚刚说 好 这里是说 有一个常微L 半径是B的磁性材料做的圆柱体 它经过均匀磁化以后 它的magnetization 是等于m乘上Z univector 这m是一个常数 均匀的 现在要求 这个轴上面任何一点的 轴上面任何一点 这就代表任何一点了 所以X是0 Y是0 Z呢 等于Z 这一点的磁场是什么 好 那么我们就要求磁场了 求磁场我们就说 有什么方法呢 如果你给你电流的话 frequering的话 我们有build sub-law 有ampere slow 可以做 但是它没有frequering 没有 它是给你磁化强度 如果一个物体被磁化了以后 它为什么会产生磁场呢 就是因为它会产生 所谓的 体积电流密度 跟表面的电流密度 等效 体积也叫做 我们就简单叫体电流密度 它是等于什么 curl magnetization 要记得这个试照 因为它是个常数 所以curl一定是0 它就是说 里头呢 没有电流密度 表面有 表面是m cross n m是z的方向 n的方向 它是row的方向 z cross row z cross row 这是5的方向 这个称起来 这是1 这个其实 这个n就不要写了 写也可以 它是1 不写也可以 因为row univector 本来就是1 它就等于m 5 univector 这就是它的表面电流密度 它表面有这样的一个 电流密度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图 因为有表面电流密度 以前我们学过 如果你的电流 是圆形线圈上的一个电流 那么在它的中心 垂直轴上面 任何一点的磁场 dB 我们导出来了 就说这一点的B场 我们积分的结果 是等于这个 这个是半径 z是原形到这里的距离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状况 被磁化了 就相当于它的周围 phi的方向 有表面电流密度 大小是m 那我们现在就说 我在这里取一个 电流密度 取一个电流激素 底我们以底为0了 Z0 Z'高速取一个环状的表面电流激素 di 电流激素 第二点于什么 kb乘上d Z' 这是表面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就是 你 比如说这个 表面的电流密度 就是每一米 每一公尺 有多少安培的电流 每一公尺 有多少安培 每一公尺 有kb电流 kb这么大 安培的电流 现在你总共有多长呢 是dz'长 所以 它的di 就等于这个 乘上dz 而kb 甚至等于m 所以di 就等于这个字 所以p点的磁场 激素 就是说这个 电流激素 在p点产生的磁场 就可以带这个磁 带这个磁 这用db i就是用di di就是m z' r就是半径 就是这个b 那这个地方的r 就是b z呢 原形到这里的距离 它到这个地方的距离 这个地方的距离 我们现在 知道 这个到这里的距离是z 而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是z' 所以从中心到这个距离 就是z 减z' 好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 式子 所以 这个p点的磁场 就是用这个带 我们积分器这个式子 好 这个 这个db是 这一点点的电流 在这里产生的 是z' 那这里好多个这样的一个 好多个这个电流 它就是积分 积分 它是d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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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从零 一直到 l 零 零一直到 因为它是g这个分 g' 园区 这个 园区 它只是从这里 到这里 所以是 零到l 好 这个积分 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我们把这个 上下线带进去 z' 等于l 减到 z'等于零 于是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样的式子 你把这个带进去 这个l 零带进去 z' 等于零带进去 那就是z了 就是这个 夫妇得正 好 它就是这个 好 我们刚刚算出来了 我们再回头来看 不是 不是 这个结果 就是 怎么搞的 就是这个结果 事实点 R的一個均勻磁化的球體 它的磁化強度是m等於mz 求這個球體在空間任意一點的磁場 那我們就把這個圖畫出來 球體 這是它的magnetization 我們當然取這個是z軸 這個是迪卡爾座標作為參考的 求這個球體因為它磁化了 所以它在任意一點就會產生磁場 我們求這一點的磁場 那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考慮 求磁場有什麼方法 比如說Build Sava Law, Amperes Law 這個是你知道電流密度的時候怎麼做 可是沒有電流也會產生磁場 如果它是磁化的物體 比如說它有magnetization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會產生磁場呢? 因為它的magnetization會產生表面電流密度 跟體積電流密度 就是因為這個電流密度會產生磁場 我們就看它產生的電流密度 體積激化電荷密度 jb是curlm 因為m是常數 所以是0 所以這個裡頭沒有電流密度 外頭有 外頭就是m cross n 你看 m 這是m n就是圓半徑的方向 m cross n 就是這個圓周切線方向 kb m跟n m跟n 加到m就是z周 n就是這個 所以他們的夾角是theta prime 因此它就等於m的大小 乘1 再乘3c的prm 然後方向是phi的方向 好 那麼我們現在知道這個 它有電流密度了 那所以它這一點的磁場 就是由表面電流密度 這個電流密度是圓到表面 圓到phi的方向 對不對 這個題目呢 你看就跟我們前一張16題很相像 16題是說有一個球表面有電荷密度sigma 然後這個球呢 繞著這個z軸 旋轉 以omega的角速度旋轉 因為你sigma旋轉了 電荷密度旋轉就變成電流密度 所以跟那個很一樣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題目 以omega的速度旋轉 它上面有電荷密度 所以呢 它就會有電流密度 好 這一題旋轉而產生的表面電流密度 它是sigma 以omega的角速度旋轉 半律是r 那麼它的表面電流密度 我們三次求出來是這個 那麼我們這一題呢 那麼我們這一題呢 表面電流密度是什麽 m sine theta phi prime 這個最好 這個 我們還是用phi比較好 phi 是不是用theta prime 不是用phi 好 比較這兩個 就是以前是這個 現在是這個 那以前這個結果呢 你們回去再仔細看看 以前是怎麽求出來的 OK 那我們比做這兩個 這兩個 如果令它相等的話 那就相當於啊 sigma omega r 要等於m 所以我們的magnetization 就相當於16 8張16題的 裡頭的這個量 好 那麼8張16題 它的磁場 得出來是這個值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等於m 帶進去啊 這個等於m 就是這個啊 我們這一題就是這個東西 求內任意一點 求外任意一點的磁場呢 就是 立體 立體 8張16 是這個結果 那現在我們還是把 sigma omega r 當作m 那它就會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這個就是 求內任意一點的磁場 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 跟由磁偶極矩 產生的磁場 這個相當於偶極矩的話 一比較的話 一比較的話 那我們就是 相當於 這個值 要等於這個值 就是這個 又括弧都一樣啊 外面這個值 要等於這個值 那麼就相當於 我們這一題 這一題 被 極化的 極化強度是m的一個球 均勻極化 它外面產生的磁場 外面任意一點喔 就相當於由一個磁矩 產生的磁場 這個磁矩啊 是這個 是這個 等於總磁矩 等於什麼 magnetization 呈上總體積喔 總體積喔 總體積喔 這個跟我們 剛剛所講的 非常的吻合 所以以上結果顯示 本題求外任意一點的磁場 是由這樣的一個 持偶極矩 所產生的 那就是說磁化以後 那整個物體呢 的體積呈上這個 magnetization 就等於整個物體的 total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就是小M 好這個 這是我們看的第二個例題 對 對 對